籍籃球聯盟T1總決賽日前落幕 第二季賽事也正式劃下句點 一日舉辦年度頒獎典禮 並公布最佳金副獎 年度最佳新人 以及年度最有價值球員三大獎項 來自台南台岡列印的布農族後衛 古馬維嘉 菜鳥元年重替補出發 一助球隊板凳活力 今年賽季繳出十三點三分 四點六助攻的優異表現 擊敗眾多好獸 搶下一身只有一次的新人王寶座 另外還拿下年度第六的獎項 當然很開心可以拿下這個獎項 因為就像我在臺上講 就是這個機會一生只有一次 那我自己在高中跟大學都沒有拿到 所以在這個職業生涯能達成成就 就是相當不容易 效率於新北中心特攻的 泰魯歌族後衛林偉漢 此前已將助攻王 超級王 年度最佳防守球員 年度防守第一隊 以及年度第一隊等多項殊融收入囊中 並率領特攻在冠軍站 很少對手捧起金杯 一局獎獲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 不過在最大獎項年度最有價值球員中 卻不敵同隊好手阿巴西 對此林偉漢不覺得可惜 並認為冠軍跟總決賽MVP 已經足夠證明自己 林偉漢在此次整個賽季上都因膝蓋受傷打打停停 甚至在風王戰賽前掛急診抽擊水到凌晨三點 他透露即將在七月動道接受治療 之後預計收養至少半年 現在球迷也只能期盼他能早日康復 調整最佳狀態 迎接下個賽事繼續帶給觀眾精彩美季 原始新聞把對有命保留留養台北市採訪發到